請問院長陳中燕接受性招待是否屬實 許多人質疑這是對民進黨改革的反撲 院長怎麼看 另外陳中燕請辭發言人 昨晚跟院長怎麼談 接下來多久之內會補上正式發言人 陳中燕上任18天就請辭 是否讓內閣團隊蒙上陰影 另外外傳事件被曝光 與黨內派系鬥爭有關 院長認為是如此嗎 陳前發言人因為他個人事件的關係 在昨天晚上先來跟我請辭 我已經予以批准他的這個辭職 至於11年前的案件 我們都尊重司法的處理 謝謝